花蓮市公所在农历春节前夕也包场电影院 邀请了家福中心经济福祝福的家庭一起来看电影 看到孩子们欢笑的眼神 市长温嘉贤期盼他们可以有快乐童年回忆 也感谢社福机构长期陪伴对弱势的关注 在花蓮市公所及家福人员的协助之下 家福的孩子及家长陆续报道 并由工作人员发放美人爆米滑稽饮料 花蓮市公所在农历春节前夕特别包场电影院 邀请花蓮家福中心经济福祝福的家庭 一同欣赏霹雳布袋系的最新大作 那我们今天也邀请了我们家福的孩子 来到我们的电影院来看素环珍的一个电影 最新上映的一个电影 也是在花蓮第一次来做相关的首映 那我们花蓮市公所长期以来也在关心 我们在花蓮市境内的一些社福机构 那当时候我们也跟社福机构的负责人 有做一些承诺 就是希望说在过年期间 如果疫情允许情况之下 来邀请孩子能够在考试完以后 能够看个电影放松心情 那也谢谢我们过去很多 跟花蓮市公所合作的相关厂商 如远东百货 还有一些爱心的机构 不断的配合一些有趣的活动 有爱心的活动 让民众共同来参与 那再次要关心我们所有的孩子们 也希望他们在快乐当中成长 再次的也要感谢这么多的单位 还有社福机构 为孩子的用心跟付出 家福中心主任施政言 则感谢卫市长邀请家庭辅助户看电影 让亲子们有个快乐回忆 市长市公所还有代表会 其实都是从年初一直力挺 我们一直到年底 然后每一个大小活动 其实都会想到家福 那我有些时候都会觉得 成为家福的一份子 其实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不管是在圣诞节也好 在我们年餐也好 甚至是在平常的一些物资捐赠 甚至到今天的电影 其实每一年 也谢谢卫市长 每一年都会想到我们家福中心 市长卫家贤也感谢霹雳布袋戏 在太平洋众谷马拉松方面的赞助支持 这次登上大一幕 又在花莲闲行首映 花莲市公所邀请家福的孩子们 来看这部片 就是要告诉小朋友 少年苏桓真和一般人没有不同 也会遭遇到挫折 但苏桓真有着出神之毒 不畏虎的精神 且勇于冒险 最后突破万难 在江湖中走出自己的路 藉由影片的诠释 希望家福的孩子们不畏艰难 只要努力向上 一样可以为自己创造一片田 记者 卢宇慧 花莲市报导